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現在進行國事論壇 每位委員發言時間三分鐘 第一位請吳志揚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 考試院的職權是源自於中華民國憲法第83條到89條的規定 是國家最高的考試機關 而且是最高的人事主管機關 考試院組織法是依照憲法第89條的授權來制定 它強盜考試院行使憲法所賦予的各項職權 對各機關執行有關考試權序的業務 而且有監督的權利 如今民進黨的政府為了遂行它控制人事的一個野心 不只直接將手伸進各項獨立機關 例如NCC 更想要透過修改考試院組織法 來破壞憲法的五權分立原則 企圖大幅弱化考試權 如此毀憲亂政 凸顯民進黨政府完全執政 完全的阿爸 考試院作為五院之一 它負責非常重要的業務 就是公務人員的考試以及升遷 那考試跟升遷之間還有一個重要的關聯 就是一個訓練 那這幾個業務 如果都有考試院完整的行使 才能讓整個考試權充分的發揮 避免政府濫用私人 這個就是考試院當時五權分立的時候的設計的基本原理 考試委員跟院長 副院長 考選部長 權序部長 保訓會主委等 他們是共同組考試院的院會來決定憲法所賦予的職長的政策 以及其他有關的重大事項 現在有好幾項的修法提案裡面 針對已經存在的十九位委員的席次 要進行大幅的刪減 這個事情一定要三思 因為這涉及到由立法院來進行大幅刪減考試院的職權 這有院計和諧的問題 還有考試院功能的根本發揮 會受到大幅的影響 所以我們如果要做任何的修法必須要有非常強的正當化的室友 你不能單是以嫌他的薪水過高 這樣子簡單的室友就要來大幅刪減考試委員的人數 要不然的話也有很多人認為立法委員薪水過高 我們是不是又要再減掉立法委員的原額呢 另外考試院是合議制的一個典範 他是進行院會和各審查會充分討論以後 以共識決來避免這個獨斷 所以他多數的人是有必要的 你如果剩下三五個人這樣怎樣避免獨斷呢 另外考試委員的任期 雖然沒有在憲法明文規定 那目前六年的這個運作是不是不好 要改成四年 這個也必須要有充分的理由才能進行改變 接著請林德福委員 主席財務院長 我想現在民進黨的政府啊 藉著打假新聞之名 行權制言論自由之實 我想我們都知道 蔡英文執政這三年多來啊 可以說政績欠佳 也和言論自由越走越遠 那前兩年啊 蔡政府設置的這些層層的巨碼 阻隔人民的聲音 最近政府更全力來炒作假新聞和境外勢力 把批評的聲音把它抹紅抹黑 尤其在九合一選舉大敗後 民進黨政府又變本加厲 把假新聞啊 上綱到國安的因素 那蘇院長啊 變更大剌剌的施壓NCC 取締假新聞 我想原來會宣稱 會站到最後一刻的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的主委 詹廷儀啊 日前請辭或準 先不談為何請辭 甚至於被請辭 很顯見的NCC 打算在選前啊 來加強戰力 立告NCC 未來處理假新聞的方式 可能會更加的嚴厲 更直接 民進黨政府 打假新聞之名 行潛制 言論自由之實 這種企圖粉飾太平 愚弄百姓的做法 台灣媒體會不會屈服 讓新聞自由倒退 三十年前 有報徑的時代 又或者台灣的媒體 應不應該受到政府 黑手的干預 只報導對執政 政府有利的新聞 民進黨過去聲稱 受威權 政治的迫害 所以說要求 開放新聞自由言論 現在卻因執政不利 反而怪新聞 衝刺造假 請問 難道沒有讓政府 澄清的官方網站嗎 還是政府認為 失誤明星 就無法挽回 他的信任度 所以只好 藉由 這個端出 這樣的一個下策 事實上 民進黨政府 有沒有想過 重點不在新聞的真假 而是在明星的象背 所謂 路遙之馬力 日久見人心 是真的 就假不了 反之 假的就真不了 本席 認為民進黨的做法 根本是 舍本除默 意圖混淆視聽 並借 打擊異己 事實上 卻把 可貴的新聞自由 給犧牲了 相信這是支持 民主自由的 國人都不樂見的 以上 主席 各位同仁 清明節的時候 我們公股的航庫 傳出人事大地震 大家都知道 這一次的人事大地震 是由行政院長 蘇貞昌主事拍定 但是 其實這個調整 很顯然的 並不是基於市場 或企業經營所做的考量 而是民進黨積極為明年的大選 在做備戰 黨內的派系分章角力 也在這一次的人事調動當中 一覽無遺 尤其最重要的是 去年爆發的慶富案 行政院對第一金控做出最重的處分 但是對我們高雄市銀行 高雄銀行 在當時短短的時間 就給高雄銀行 理約保證 僅以罰款輕輕的落下 高雄市 去年市長選舉的時候 選後 我們就重新改選 之後 我們對慶富案的調查 就做重新的啟動 原來是定在4月25號 排定高雄銀行 到高雄市議會專案報告 而且在這個過程裡頭 我們看到的是 行政院就在報告感覆 報告之前 做了這麼重大的調整 而我們高雄市銀行的董事長 要到的華籃金控 他是在6月才要進行董監事的改選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要我們高雄銀行的董事長 在昨天就必須要請就任 到底這裡面有什麼內情 或者是到底有什麼弊案已經被查出來了 到底總統府跟行政院又在害怕什麼 我們都不了解 我想高雄市民最想知道的是 我們在整個的過程裡頭 整整讓高雄整個的銀行界 我們所有的人民 納稅人民所損失的100億 要怎麼樣追究這個責任 我們記得上一次廖正昌 當時立法院要求他做負責任的時候 他就黯然下台 可是為什麼現在又突然上來 而且接任了一個更大的第一金控的董事長 這個當中又有什麼內情 所以大家不要忘記 去年我們用選票 讓高雄市長 重新能夠讓韓國瑜市長當選 我們高雄市負債了3000億 有太多的弊案 高雄市民想要了解 尤其是這個慶戶案 整整我們所有的人民損失了100億 我們想要知道的是誰必須要負責 到底這裡面又有什麼內情 行政院跟總統府 他大家又在害怕什麼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讓整個的真相 讓人民能夠了解 接著請陳移民委員 好主席各位委員大家早 今天本席要講的題目是不當年改衝擊 血汗的警察難為 蔡政府實施年金改革後 警察普遍出現高零化現象 年金改革引發退休警察機動氣氛 中華民國退休警察人員協會總會 自2018年11月起在中校西路的天橋 悬掛了政府欠警銷公道的一個布條 而本席也有參與此一活動 去年7月年改新智上路 因所得替代率降為75% 十年後更降為60% 基層的警員預期退休 退休金嚴重的縮水 老警察因退休金的縮水 不敢提早的退休 出現了嚴退潮 國內的警力長期的不足 全台警銷最高峰缺額達8000人 再加上近年群眾呈抗鬥毆的事件層出不窮 警察過勞已是不爭的事實 根據統計 目前警察法定協辦的業務 多達186項 但扶勤人員每日其實是以8小時為原則 但因長期警力不足 勤勿的繁重導致警察扶勤時間 每天都長達12小時 對此警政署表示 台北、新北、桃園等都會區 多年來都曾反應警力不足 近年警察過勞死亡的案例 平均一年多達10多位 而警用的裝備也不足 還需要原警自行添購的窘境 更是實有所聞 全台各地因為縣市政府的財政不一 小從X腰帶、腰包、大到防彈背心 這些裝備都有原警自己花費購買 甚至有原警自嘲說 現在除了警槍跟子彈外 幾乎都是自己自費買的 此外 由於警銷的特殊性 籌組協會其權益多倍忽視 本習在此呼籲 應該依據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力 國際公約的規定 讓警銷可以籌組公會 與兩公約的規範相符 而且才能夠真正保障他們應有的基本權益 良好的治安 其實需要充足的警力的維繫 如今年改的實施後 警察的高齡化與過勞的問題更加的嚴重 這全是政府不健全的制度 所造成的危機 不僅是對警察本身的危害 同時也在強害我國的社會安全 本習呼籲 蔡政府應該要重新檢視錯誤的年金制度 與警力的配置 與人民的福祉 作為政府的依規才是正道 以上 接著請沈智慧委員 主席 委員同仁 民進黨在全世界獨特的創造了一個執政黨 用修專法來絞殺在野黨的一個先例 這是非常不可以的 他立了個專法來追殺政敵 民進黨放著酒駕虐童毒品 危害社會的一大堆民生法案不審查 只是關心選舉議題和正式動盛的法案 台灣人民實在看不下去了 民進黨在105年8月通過了針對國民黨的黨產條例 106年12月又通過自稱為東廠的促進轉席正義條例 民進黨靠著這兩個違憲的法律 公然清算抄了國民黨的家 打趴了國民黨 民進黨藏到了甜頭 所以他樂於再通過一個清算鬥爭 國民黨的三合一法案的最後一塊的拼圖 昨天108年4月8號 民進黨打算通過政治答案條例 但是可以這樣的立法嗎 可以這樣的野蠻毫無程序正義嗎 我們要問政治檔案條例和前面兩個條例 都是百分之百的清算政敵政黨清算國民黨的法案 可是我們要問的是這個法案也涉及到經濟教育內政三個委員會 可是卻沒有聯席審查 而主席也因為已經在司法委員會是佔優勢 所以以司法委員會的人數優勢強制要想要通過這樣的法案 這是一個民進黨公然的獨裁復辟 這是一個對民主的踐踏 因為審查法案是立法委員的天職 為什麼立法委員要放棄這樣的一個聯席審查 只有司法委員會可以審嗎 主審應該是經濟委員會 但是在這樣的溝通過程當中 我們很疑問的是這個法案很可怕的是 只針對國民黨而已 時間只針對國民黨而已 難道陳水扁他的這個檔案不算是政治檔案嗎 既然是指政治檔案 陳水扁執政時期的政治檔案 海角七億的錢怎麼出去的也沒有追回來 他的方案內容等等也都應該列在政治檔案中 但是查騙昨天的法律案件 我們再來仔細的看 根本都無法來規範民進黨的政治檔案 只針對國民黨的政治檔案 這次對台灣人民可以說是非常遺憾 也對於我們要追求民主政治的人來講 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現象 只針對國民黨 民進黨不算政黨嗎 民進黨執政不算嗎 所以在這裡 本席要鄭重的警告民進黨 不要再用你們的想法 把拼經濟拼溫飽的善良百姓 視為豬狗禽獸 當你們民進黨掌握了政權立法權之後 你們只會搞一時 接著請科程訪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大早 我們知道清明連假剛過 這次清明連假 不管是我們家長帶著孩子去掃墓或是旅遊踏青 還是歡度兒童節 我想大多數人都無法避免 就是成為蒙面人 就是口罩吸引不離 因為我們長久以來一直迎戰著一個殘酷的事實 就是我們的空氣污染 所以似乎我們國家已經 對我們未來主人翁的兒童節禮物就是空污 我想剛好在兒童節前一天 4月3號在美國的非營利組織健康影響研究所 也公布了最新的全國空氣狀況的報告 他們認為兒童 光是在2017年所面臨的空污問題 恐怕就讓他們可以 要平均減少了20個月的壽命 這是非常沉痛的一個研究 那尤其在開發中國家的人民 暴露在PM2.5更是已開發中國家的4到5倍 所以我們面對這樣的 本來應該是彩色的童年 讓我們這些 兒童在這樣的成長環境下蒙上了一層灰 那 尤其在昨天 4月8號 我們台灣西部的空污更是大爆發 這是農曆年後最嚴重的一天 那全台有47個 空污品質側站 都達到橘色以上的不良等級 其中還有5個是達到鴻亥的等級 那當然包括縣西 縣西側站一如往常的 都是在鴻亥的排行榜 尤其在台中火力發電廠的下風處 彰化的西北角 包括深港縣西和美 這些鄉鎮的鄉親 長久以來 面對空污的問題 雖然是司空見慣 但是一人再人 屬無可忍 另外我們未來 國家的主人翁 也是在這樣的一個 空污威脅的環境下來成長 所以 我也要 請教我們蔡政府 我們所謂的世代正義 跑到哪裡去 我們這些善良熱情的老百姓 到底還要忍耐多久 那也希望趕快還給我們一個 乾淨的空氣 除了全球的研究 在彰化的在地醫學研究中 我們也看出 包括近十年來 在彰化 兒童氣喘 以及過敏性的鼻眼 這樣的比例顯著的上升 那依照張基兒童科的主任 特別提到 過去過敏性鼻眼 大概每兩位就有一位 那這幾年已經上升到 每三位就有一位 所以 比例可以說 從百分之三十三 已經提高到百分之五十 另外 從我們國健署的肺癌發生率來看 彰化的比率更是高於全國 那尤其在各縣市裡面 男生排行第一 女生排行第二 接著請江啟程委員 主席還有各位委員 蔡政府上任以後 分封官位 不予一例之外 獨立機關更是不獨立 接連淪陷 成為執政黨御用的工具 從最早的促傳會 張天青副主委自筆是東廠 自甘墮落為政治鬥爭的工具 所以政府主委去指 仍然沒有補齊 而承辦選務的中選會 前主委陳英淺 主導9和1大選的選務 不依公投法來辦理這些公投的業務 到處的阻撓 也搞出了史上最荒謬的一次選舉投票 最後落得黯然下台 只要對執掌有利的這個主委 可以說寧可違反法規也要配合 當然也就賠掉了中選會的公信力 日前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的主委 詹廷儀 也一樣屢遭行政院蘇院長 還有民進黨的批評 批評他管制新聞不利 所以儘管NCC被蘇院長K了之後 火速開罰了幾個電視台 仍然沒有辦法得到滿意 最後還是得辭職下台 蔡政府已經倒下的獨立機關 行使職權不但必須受到政治的影響 甚至要有民進黨的黨議為依歸 現在行政院蘇院長要提名更具爭議的 具有黨籍的前雲林縣 縣長李靖勇來接任獨立機關中選會的主委 蘇院長他為了這個提名案他居然講說 因為看了去年11月24號的選舉後 他深深感覺與其選擇無黨籍無經驗 不如有經驗有黨籍也沒關係 這個已經毫無是非毫無標準 根本就是無恥秀下線到了極點 連李靖勇現長前縣長自己選完之後 都在他的臉書講說 讓我在自己的故鄉終結此生政治生涯 李縣長你才講終結此生政治生涯 結果蘇貞昌院長提名米要來做 獨立機關中選會的主委 你居然沒有為了你的所謂正職來拒絕 你還欣然接受 李縣長你自己也講選後要留在家鄉成立法服辦公室 延續對家鄉的愛 所以在2月10號你成立了正職辦公室 我們不曉得當你在這種毫無是非毫無標準 秀下線的這個無恥的院長提名之下 你居然接受了 你的正職到底在哪裡呢 髒手勢自身 獨立機關不獨立 這就是民進黨 謝謝 接著請同慧珍委員 好 主席 各位委員 上週日4月7號是鄭南榮殉道30週年紀念日 也是國家言論自由日 蔡總統在追思紀念會上面跟全體的國民說 要讓言論自由成為台灣公民的DNA 然而我們的政府一方面喊著要捍衛言論自由 另一方面卻不斷積極地打擊言論自由 執政黨所做的一切跟他所呼喊的口號 完全是很明顯地背道而馳 民進黨去年的九合一大選敗選之後 就不斷地把敗選的理由都歸咎於是這些假消息跟假新聞 選後執政黨就想盡辦法要去除所有媒體上面 不利於他們這個黨的訊息 避免負面的資訊影響了民進黨 所以從行政院長蘇貞昌痛批獨立機關NCC開始 衝刺大量的假新聞無所作為的這件事情 一直到NCC聽到了這樣的批評以後呢 就開始重罰中天新聞一百萬元 然後到後來這個NCC的主委詹廷儀 也因為這樣子疑似被請辭 民進黨把他的政治黑手伸進了NCC 讓他沒有辦法公正裁糧獨立運行 如今通傳會儼然就已經成為民進黨的東廠 前置我們台灣的媒體新聞自由 作為執政黨政治操控的手段之一 本席要提醒蔡政府 民進黨的作為才是造成台灣言論自由被侵害的重要原因 NCC僅僅針對單一的媒體進行開發 而不是公平地去審視所有的新聞新聞業者 這樣子影響媒體的自由運作 社會大眾恐怕都看在眼裡面 都不會接受這樣的說法 本席要提醒蔡政府 如果你的執政成績很好 提升了人民的生活水準 那麼民眾自然會感受到 怎麼要你去擔心這些新聞媒體的報導來誤導民眾呢 執政黨的說法只不過是在剷除異己 為自己解套 所以我要沉重的呼籲蔡政府 不要把你的政治黑手伸入獨立機關 讓他無法獨立運作 這樣的政府是得不到人民的信任 國家也是沒有辦法進步的 台灣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 言論自由是我們的基本人權 政府應該要多傾聽民意 尊重包容 廣納不同的意見 本席要呼籲蔡政府 不要為了選舉考量 就想辦法消滅跟自己聲音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政見 不一樣的意見 執政黨這樣的行為 不但是讓台灣的基本人權受到侵害 而且也成了讓台灣的民主自由 倒退的罪魁禍首 登記國事論壇發言的委員均已發言完畢 現在休息 不停的石頭 不停的石頭 不停的風格 不停的 不停的還老頭 它甚至是歐洲 正常可見的 有差別的 不停的 лес 感谢观看